为了向本地演员黎明阿姨致敬 The Star Entertainment and Audiovision有限公司主席 拿督中药副硕士及首席执行董事兼创办人黄德伟 率领一众大马歌手及影视界演员 群策群力共同创作了杜鹃花的黎明歌舞剧 将黎明阿姨砍个人生篇章重现舞台 期望后辈们能够借此启发自身的思考模式 从而走出精彩的人生路 大马国宝及演员黎明阿姨在台上致辞时 演范泪光地感谢所有协助过她的朋友 她在台上还自嘲说自己不会说话 感觉自己比平时顿了很多 本地资深词曲创作人黄德伟 也特别为歌舞剧创作主题曲 借着记者会宣布 由黄德伟与同兵玉合唱杜鹃花的黎明 这对新鲜搭配首次合唱肯定令人耳目一新 今天78个小时前出来这首歌曲 不可能是黎明阿姨的那个感人的力量 所以让我很快地能够完成这首歌 而且还非常反应 老实说我只是个演员 我只希望我的本身只希望我演好自己 不要给导演 不要给导演说我丢他的脸 所以我从来我演技就是 做顾客演好自己 没有想到其他 所以呢你说 现在正问我说整个后辈 我自己也不敢说 我整个都鼓励 这个年轻这一辈 像我一样 努力地继续学习 演好生活 杜鹃花也象征着黎明阿姨的坚强精神 这部歌舞剧将在2011年 2月19号星期六晚间8点 在云顶云星剧场举行 随后将会在3月19号下午1点30分 与NTV7播出